我们要给时光以生命 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 友们好 我是爱与客 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代混双女王 莉莉亚娜 纳希尔的谢幕战 有记得2008奥运 那时候纳希尔还是一个小姑娘 和前辈维迪安托 激战同事小线热的龙大和李孝珍组合 转眼间 十年光阴飞逝而去 纳希尔从小纳变成了纳仪 但不变的是个性的发型 和对羽毛球项目十年如一日的热爱 好了 回到这场比赛 我们来认识一下场上的双方球员 场上身穿黑色球衣的就是 31岁 身高1米78的艾哈迈德 旁边发型张扬的是 33岁 身高1米68的纳希尔 其组合世界排名第四 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的是 21岁 身高1米75的郑四伟 旁边大眼美女是24岁 身高1米65的黄亚球 其组合世界排名第一 这场比赛 纳希尔组合先赢一局 然后被雅思组合翻盘 对于老队员来说 第三局已经没有精力和年轻人抗衡了 比赛真正的分水岭 正如赛后郑思维所言 主要在第二局的后半段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非常精彩吧 我觉得我们双方应该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 然后其实胜负的话其实就在一瞬间呢 我们其实在前两局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就输掉比赛 接下来 师兄选取了这个阶段的精彩球 看看发生了什么 第二局44平 四位发小球开局 爱揭发推压弹网带 雅琼一让 四位被晃了一下 没有够到 这个球很容易被看成一个运气球 但据一位曾和印尼球手 有过交手的前国手和师兄交流 说印尼球手有这种 故意打网带的薄杀战术 他出球的时候 心里面想的就是照着网带来打 至于这完全是巧合运气 还是真的有这种薄杀打网带战术 就留给球友们自己判断了 再来看一个第二局 14比16 这一分同样是揭发弹网带 好在爱低手补位挑出对角球 这球无度不够高 思维抓住机会起跳难杀 看似主动 却错进错出 正好打在那一的手上 那一将计就计 快挡对角得分 这个回合有点戏剧性 看似雅思组合占尽优势 结果却是印尼组合得分 其中的转折点就是那一的防守反击 一是选位好 退守直线 正好对上了思维的杀球线路 二是随机应变 被动中不忘摆脱对角球 打空当得分 这确实是那一的功力所在 在自己被动的时候 还能保持头脑清醒 观察到场上的空档 并在电关火时间 运用合理的手法反击对手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局 14比17 一开局那一和亚琼在往前对位 双方快速斗网 那一既高一球 率先把球压到后场 思维摆脱爱起跳难杀 思维回挡直线 那一五位起球 双方进入攻防阶段 雅思攻应力防 思维吊打结合 发挥了自己连关快 进攻凶的特长 一路从底线杀到往前 就在想继续控网 组织进攻时 激紧的埃哈迈德 从中后场冲到往前 抓到了思维的过渡球 扑球得分 这一回合也很有戏剧性 局面多次反转 开局是印尼组合 略微占优 那一再往前压过了亚琼 中段思维组织得很好 一抽一挡拿回了后场下压去 攻防阶段 雅思占优 思维的零力下压 一度把印尼人逼到了悬崖的边缘 尾段 印尼人突然发威 先是那一妙手回春 解掉了思维杀右腰的来球 打球的都知道 对于右手磁牌的球手而言 接右腰球要比 接左腰球难度大很多 这个球的精髓就在于 退右脚侧身让开来打 通过转身 给自己争取到了 一点点出手的空间 同时 那一出手的轻重也控制得很好 不是发力 而是借力一代 形成了一个过往下坠的球 不再给思维继续上手发力的机会 接下来 埃哈迈德心领神会 注意他并不是等到 思维出球后才开始向前冲抢 而是判断到 思维出球点低于碗口 即开始冲抢 这一次他赌对了 快速的冲抢 正好对上了思维的往前节奏 我们还要留意 埃哈迈德最后一步 为了抢时间 并不是一般的跑步上网 而是飞了起来 登跨上网扑球 比赛看到这里 师兄心里一度觉得 印尼组合应该稳了 首局已经拿下 第二局末段领先四分收关 不管是心理上 还是局面上都占尽优势 比赛来到14比18 一开局雅思组合打得很快 一推一掉一杀 可以说占尽优势 老道的那姨 又是接杀转往前 把节奏压了下来 兴奋的埃哈迈德 再次心领神会 快速冲抢 抓过渡球 可惜这次用力过猛 推压出界 复盘来看 埃哈迈德的发挥 还是非常出色的 防转弓的嗅觉 异常灵敏 唯一的缺憾就是 手法的处理上过于急躁 这么近的距离 除了推后场空当 还有一个险中求胜的方法 就是往对手的脸上推 比赛来到15比18 埃哈迈德接发球失误 比赛来到16比18 又是发接法 快速交手 一拟组合 打出大角度分球 思维一路从左腰 捕位到正手底线 就在被动之际 埃哈迈德又送上大礼 拦掉失误 这个回合 我们要注意学习思维的步法 从启动开始 动左脚 转身接左腰球 然后回转 小并步加大跨步 接正手底线球 剪接的步法 连接了大半个场地 比赛来到17比18 一开局 埃哈迈德自己做球 自己杀 亚琼防得很稳 一拍直线 一拍对角 埃哈迈德转攻思维 思维同样大角度摆脱 爱不得不降速过渡 亚琼则抓住机会 快速抽压 顺势上网做球 攻防力转 爱起球 思维反拍抽纱 那一回挡直线 埃哈迈德似乎冲抢上了引 脑子一热 又是直接冲向往前 这一次思维则是拍面移转 回出对角球 正好错开了 埃哈迈德的线路 这个球和前面的冲抢案例 非常相似 但也有所不同 虽然思维的 机球点仍然不高 但位置比较圆瓦 多出来了一点时间 留给思维 做出了一个节奏上的停顿 正好错开了 埃哈迈德的节奏 加之前面 思维的直线被抓的很多 线路上也开始着重变化 这个球可以说完美的 破解了埃哈迈德的冲抢战术 比赛来到18平 一开局 那一和亚琼在往前 对位依然是纳仪占有率先 突破前场 接下来是双方 蓝队员的对抽 思维通过对角球 逼迫埃哈迈德起球 思维强突对角 亚琼封网 连续追打纳仪 纳仪巧妙的挡对角摆破 思维继续控网 纳仪起球 思维重杀中路得分 这一分 雅思组合发挥了自己 速度上的优势 不管是发接发 中场抽球 还是攻防阶段 都把节奏带得很快 把比赛拖入了能力上的比拼 第二点 我们要注意思维同学的移动路线 从开局到结束 覆盖面积很大 不仅仅有后场两点 还适当参与前场的补位 从区域上来说 思维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 压缩了搭档的活动范围 这样做 一方面可以释放自己的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女搭档的负担 让他在更小的区域内 专注自己的球 比赛来到19比18 一开局 艾哈迈德又是自己做球 自己杀 印尼组合形成了一个前杀后锋 连续的高压对手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多的战术可言 印尼人可以说完全摊出了自己的进攻底牌 雅思组合也很简单 面对猛攻就是一个字顶 几轮快速交手后 思维顶后场边线反击得分 这个回合体现了雅思组合的防守硬度 不愧为世界排名第一 他们并不害怕简单粗暴的进攻 比赛来到20比18 发接发前三拍 思维推压正手底线出界 一阵强势追分之后 思维迎来了第一个失误 比赛来到20比19 思维揭发球 一鼓作气 推压追身球得分 在关键分的处理上 思维没有保守 没有降速 大胆的搏杀 这个选择非常重要 在师兄看来 印尼组合关子阶段 从领先四分到背翻盘 就是胜利在望的时候 心里那口气有点松了 这个细微的波动 被雅思组合抓住 一分分的追 最终力转对手 比赛第三局 没有太多悬念 印尼组合经历下降 失误增多 雅思组合顺利拿下了这场 那以职业生涯的收官之作 最后来说一个话续 最后一球 明明是队友失误 输掉了比赛 那也却做了一个 过拳庆祝的小动作 这似乎在告诉我们 羽毛球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 比赛不会每次都赢 只要努力奋斗 无愧于心 就是最大的胜利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是职业生涯的结束 这同样是新生活的开始 也许再过十年 那以终究会变成老辣 但张扬的发型不会变 对羽毛球 以及生活的热爱 不会变 那以威武将服再见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 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向五位球迷 送出VIP 送VIP的标准 是球友们评论的质量 感谢球友们支持 下期再见